我們所感受的是 你們也用行政這個命令來壓我們 務必讓我們接受的感覺 一句行政命令 凸顯許多家長的無奈 南投縣將進行常態編班 在草屯國中舉辦第一場說明會 現場來了許多家長 議員期盼能多傾聽地方民眾的聲音 政策已經決定說 要來常態編班 我們是本著基層 都有很多的反應的聲音 我也希望說 我們包括教育處任何一個單位 要接納各方的意見 因為常態編班 我想絕對不是最好的一個教學方法 也不是說 讓我們學生可以得到他們 英才釋手這個觀念 南投維全縣最後一個實施 常態編班的縣市 今年7月15號教育處便開始實行 前來關心的家長都害怕自家的小朋友 成了第一屆白老鼠 期盼相關配套措施要完善 常態編班的話這是中央的政策 這是我們沒辦法去改變的 可是你要有配套措施 應該他還是可以再進步一點的 而不是當這一屆的白老鼠 對呀 以我個人的當家長的態度 我覺得我們的孩子是這一屆的白老鼠 議員檢險賢長期關心教育議題 希望教育單位應該重視英才施教 讓學生在就學階段培養更多技能 英才施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針 我不會變 而且我也希望說 我們所有的教育人員 把握這個重點 不是來一味的常態編班 我包括歐美先進國家 都是實施這個自由班 甚至於在他們一個興趣的分配之下 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 去學習更新的東西 教育責任重大 各項教育措施都會影響到 我們下一代的競爭力 縣府應當多加用心 好好培育縣內學子 為南投縣未來奠定良好的基礎 明義新聞莊博君草屯採訪報導